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脆黄瓜淋上酱汁 在小米辣的衬托下格外爽口 旁边的秋葵蒸蛋更是黄中带绿 惹人胃口大开 今天的饼也是菠菜饼 除此之外 就连餐具还有许美静今天穿的都是绿色 许美静插着腰 十分满意 仰起嘴角 催含老公罗群起床 罗群洗漱完 看着这一桌子的绿 又瞅了瞅穿绿裙子的许美静 咽了咽口水 拿着筷子的手悬在半空中 竟不知道该从哪儿下口 怎么 吃不下啊 许美静半袋侨侃地问 博群连忙摆手 没没没 这么丰盛 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呢 老婆 你这样 我害怕 出什么事了吗 你怎么怪怪的 别想多了 快吃 说着 许美静给罗群递了一个菠菜饼 鲜艳的绿色 扎眼的狠 罗群连忙双手接过 说了句 谢谢老婆 三下五除二就往嘴里塞 扫荡完自己面前的粥 她在许美静脸上亲了一口 桃也似的离开了家 许美静倾笑出声 这笑意意味深长 让临走看了她一眼的罗群 打了个寒颤 她悠哉悠哉地吃完最后一口黄瓜 连饭桌也不收 紧跟着出了门 她要去做一件大事 找罗群出轨的实锤 刚才的全绿宴 是她故意安排的打草惊蛇局 以她对罗群的了解 只要她有那么一点预感 自己已经被发现不对劲 就一定会去找对方商量对策 许美静发现罗群有猫腻 纯属意外 那天周六 闺蜜无欠来家里做客 带了从香港买回来的口红香水 其中有一只香奈儿的色号 许美静特别想要 但怎么都记不起来是哪个 刚好罗群手机就在旁边 许美静顺手打开 点击淘宝 再点开搜索栏 还没来得及输入香奈儿三个字 搜索框下就出现了三排 辣眼睛的词条 排算首位的是黑色蕾丝长袜 许美静揉揉眼 生怕自己看花了 一次不行揉两次 可怎么揉也揉不掉 眼前这一排排关于成人用品的浏览记录 罗群什么时候有这种怪癖 许美静眉头紧簇 一股邪火伺机而动 她再看购物车 一系列女性用品赤裸裸躺着就算了 里面还有不少女服装和礼物 刺得她眼生疼 也把她的心搁得血淋淋 许美静心里愤怒 表现却异常冷静 她面不改色的放下手机 和闺蜜扯了新的话题 可是有了这个苗头 许美静是夜不能寐 时之无味 接下来几个辗转反侧的夜里 她都会琢磨一件事 罗群会出轨吗 她有那个胆出轨吗 答案是不会 也没有更不可能 许美静是典型的女强人 婚前是婚后也是 而罗群是个程序员 脑子直一根筋 她的世界里除了代码 就是许美静 大学时代 罗群对许美静就一见钟情 毕业后 她听说许美静去了北京 一门头也跟去了 自此 她开始在程序员的道路上奋斗 三年后 在业内获得数一数二的成绩 再次遇见许美静 才有勇气表达心意 那时候 许美静已经靠自己的努力 有了一个小型的广告公司 几年的打拼 她见识过各式各样的男人 但那些人不是有嘴滑舌 就是心机深沉 内心那块地 早就被名利欲望 沾染的乱糟糟 帝都就是一个大染缸 生活的压力 逼得每个人 在不知不觉中偏离轨道 离初心越来越远 所以 一见到罗群 这个憨厚老实的大傻子 许美静就知道 就是她了 罗群不善言辞 可她会在雨天 及时接许美静下班 也会在每个许美静 加班的深夜 木讷的等在楼下 为她护航 甚至每隔三五天 就会亲自帮许美静 检查一下屋内的基础设施 是否完好 有无需要更新 诸如此类 数不胜数 许美静 那颗坚硬的心 就这样 慢慢沉沦 结婚 是许美静提出来的 罗群一听 第二天 就带着一个包上门 往许美静 面前一放说 这里面 有两栋房的产权证 不过 都在老家 还有我公司 百分之十的股权书 和一份转让协议 工资卡密码 是你生日 话还没说完 许美静 打断她问 你这是做什么 罗群 不好意思的笑 聘礼 这是我全部的身家 不够的话 我在努力努力 一定让你过好日子 有了这番话 许美静 一直笑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直骂罗群 是傻子 一个男人 真正爱一个女人 从来不会 用嘴巴正宁 他的每个动作 做的每件事 都透着满满的爱 结婚五年 两人恩恩爱爱 从未红过脸 羡煞旁人 这突然窜出来的意外 砸蒙了许美静 她确实又气愤 又震惊 果然 罗群没有直接去公司 转而去了一个小餐馆 直奔最里面的双人座 许美静跟在后面 早上人多 她从另外一边 绕到了两人的隔壁 坐下来 坐下前 许美静 瞟了一眼对面那女的 长得可以 气质一般 就是贼头贼脑的 浑身 说不出的鬼灵劲 想到这人 可能敲了自己的墙脚 她就堵得慌 只见 罗群慌里慌张的说 我老婆 好像发现什么了 今天一大早 就特别不对劲 我不想干了 我想摊牌 女人说 群哥 动到这结果眼上了 往后退 那不就白做这么久 你老婆 也只是怀疑 又不是真抓现行 你说是不是 嗯 女人大言不惭的语气 和最后一个摁子的娇气 直接点着了许美静的怒火 她起身 直接转到二人跟前 把他们吓了一跳 罗群更是惊的站了起来 老婆 你 男人与不成俱 许美静 摆了她一眼 往她旁边一坐 看着对面的女人 说吧 穿着我老公 干啥不好的勾当呢 你这样的女人 我见多了 许美静 眼睛毒 是出了名的 眼前这个女的心思不轨 您眼人都能看出来 要不然 刚才那骚骄魅惑的语气 何处而来 我 我没有 是群哥 喊我来帮她的 女人 死鸭子嘴硬 许美静 瞅了罗群一眼 罗群 哗啦啦 全交代了 原来 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快到了 罗群 最近受同事影响 也想给许美静 一个浪漫的纪念日 可她啥都不懂 对面这个 叫杜凡的女下属 就自动请英 当了军师 原本 他们打算 把许美静 约去海滩 办个海边派对 但现在 进行到一半 计划就夭折 了解到事情始末 许美静 从罗群手里 拿过手机 点开淘宝 把手机 网桌上一磕问 那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 谁给我解释一下 看到自己淘宝上 竟有这种东西 罗群 吓得眼睛都要瞪出来 连忙 白手解释 老婆 这真不是我搜的 我没用过淘宝 你知道 我从来都不网购 女群 从不网购 许美静知道 就连他手机上的淘宝 还是塌下的 要不然 他也不会忍到现在 但对面 这个叫杜凡的 就不一定了 杜凡 看到搜索记录 脸刷得一下红了 吱吱呜呜的说 这 这 我也不知道 群哥的手机 我怎么会知道 他眼神多闪 许美静一看 就知道有猫腻 行 这手机上 估计还有指纹 回去警察局 报个案什么的 应该 能知道是谁用过 你说 是吧 老公 许美静 勾唇一笑 虽然 喊的是罗群 但眼睛 却毒辣的盯着杜凡 不明所以的罗群 急着为自己变白 连忙接话 老婆 我们赶紧去吧 我手机里 有不少信息 万一泄露了 会造成大损失 许美静 一听摇摇头 拉着罗群离开 留下杜凡 坐立不安 对于这个结果 许美静 还算满意 至少 罗群这个云雾脑袋 没有一心 走在路上 他心里 又懊恼起来 他本该 是最了解罗群的 那么 怎么偏偏 也怀疑他了呢 一颗心 还在怦怦直跳 他看着 专注开车的罗群 眼眶微热 还好 他的老公 还是他的 三天后 许美静 去公司找罗群 特地去杜凡 公卫 站了一会儿 杜凡一看见他 迅速低下头 装作 认真工作的模样 没几分钟 快递小哥 就送了一个箱子来 收件人 是杜凡 许美静 难得动手 帮忙把箱子 往杜凡桌上移放 附在他耳边说 小哥娘 自己做的事情 起码得有勇气承担 你这段位 真不够我捏的 故意在我老公手机上 搜这些东西 还添加那么多 在购物车 静琢磨给我看呢 你想要这些 说一声好了 看在我老公的面子上 我全部打包 免费送你 不用谢 有需求就出去玩 别惦记人家怀里的 知道了吗 杜凡脸色一阵青 一阵白 一阵红 跟走马灯似的 千变万化 许美静冷喝一声 去了罗群办公室 那天 他和罗群回了家 罗群这个一根筋 此活要去报警 许美静 怎么拉都拉不住 后来 他就让罗群想想 除了他以外 谁还碰过他的手机 罗群思前想后 都没个人选 一口咬定 手机除了自己 还有许美静 没有人碰过 许美静一听也来气 说 这是出妖怪了 没人碰 淘宝自动 搜索这些个恶心玩意儿 他气得 当晚饭都没吃 罗群抓耳挠腮的 独自在客厅 回忆这几天的事情 晚上十点 他冲进卧室 拉着许美静的手说 老婆老婆 我想起来了 那天杜凡说 给你准备仪式 要买什么东西 就用我的手机再看 但我 当时在啊 得 这下说得通了 接下来 罗群在许美静的连番提问下 又问了罗群的徒弟 确认了一件事 那就是 杜凡对罗群别有二心 平日里 许美静对罗群是一百个放心 罗群公司 清一色的大老爷们儿 唯一几个女同事 她都在公司联会见过 都不是那种 有歪心思的人 杜凡是新来的 搞不清楚状况 小姑娘跟着罗群做了几个项目 被男人的业务能力征服 又觉得 程序员都是直男 一定很好拿下 就打起了主意 可她万万没想到 许美静是个厉害的主 许美静走后 杜凡气得把快递往垃圾桶里一扔 谁知 用力过猛 开封过的快递箱 直接翻了个 哗啦啦 调出一堆情趣用品 听闻响声的同事 看着地上的一切 傻了眼 看杜凡眼神都变了 议论声渐渐嘈杂 杜凡眼泪哗啦啦的往下掉 此时罗群拉着许美静 从面前经过 她往杜凡身上厌恶的一撇 直接让杜凡摊在地上 走进电梯 电梯门慢慢合上 许美静看见了杜凡眼中的愤恨 可是有什么用呢 人总得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 今天许美静是个厉害的 万一对方是个软柿子 杜凡就趁机坏了人家的婚姻吗 做什么不好 非要去挖人墙角 多行不义 必自毙 这个道理 千古不便 许美静看着罗群这气呼呼的样子 不禁笑出声 你好歹低调点啊 怎么说都是你的下属 不是了 我们公司不招这种坏心眼的员工 罗群一板一眼的说 自从知道是杜凡让许美静差点误会他出轨 还给他泼了脏水 罗群皱起的眉头就没舒展过 这种事情又不好拿到明面上操作 他一个当领导的 未免会被人说闲话 欺负小姑娘 吃了哑巴亏 罗群咽不下去 随便找了个借口 把人给开了 这会儿怕是人事通知已经到位 刚出大楼的门 许美静和罗群碰上了谈业务回来的小徒弟 师父师娘 你们真的去补蜜月啊 还去不去电灯泡 带我一个呗 小徒弟撒着娇 许美静一笑 笑咪咪的说 你问问你师父 答不答应 小徒弟一看罗群这臭脸 闪身 马六就跑 坐到车上 罗群面色有所缓和问 老婆 我们真的去度蜜月吗 要不然呢 我可是放下大业务来陪你的 许美静给了他一个暴例子 他们结婚的时候忙 我不想大死操办 你就游了我 我知道 你一直心里有愧 若不然 也不会想给我个惊喜 闹出这种误会 既然这样 咱们就自己解决 不假守他人 许美静淡淡笑着 罗群 侧身巴唧一口 针在了许美静的脸上 立马 启动车子 直奔机场 窗外 建筑 树木 迅速往后退 许美静看着 眼睛 有些花 到了红绿灯 罗群握住他的手 温柔地说 老婆 你睡会儿 到了我喊你 明知道自己没睡意 许美静还是闭上了眼睛 脑子里和罗群的一切一切 纷志踏来 像放电影一样 他从没有此刻那么感激上天 让他遇到了这么一个好男人 昨天晚上 他反思自己很久 才明白 为什么自己会怀疑罗群 他一直忙得热火朝天 罗群的事业也越来越大 有些流言蜚语落到心上 虽然许美静不在意 但多少有些不舒服 而今年他也已经要三十了 身边有这么一个好男人 他也想为他生儿育女 把他们的小家变得更完整 幸福 在这段感情里 他太有恃无恐 明知道罗群喜欢小孩 却从来不提 经过这一次 许美静才明白 原来自己亏欠了罗群那么多 于是他盼着利用这个蜜月假期 能一次搞定 以前亏欠罗群的 今后都要一一加倍奉还 婚姻和爱情 从来都是双向的爱 想着想着 许美静进入梦乡 梦里 他看见一个小女孩 对他在挥手 而罗群 站在小女孩身后 对他温柔的笑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